那我要在這個地方再次的一個強調 在2008年5月30號這一天 那當時候的總統府的發言人王玉琦 王玉琦他是這樣說的 基於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 政府總統應該把屬於國家機密保護法 儘管的一個名單 雖然沒有過去這樣的一個實務處理 但是馬英九總統會在卸任前 把自己提報為國家機密保護法的儘管名單 這是在2008年5月30號王玉琦收工的事情 所以在2008年5月30號的時候 總統府的立場是認為說 一個卸任的元首 基於國家機密保護的一個必要性 所以他要在卸任前把自己列為儘管的一個名單 既然在2000公佩年的時候就這樣說了 那是怎樣 時過境遷跟這個時代 他卸任前說這樣我要出國 這樣出國才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說 現在這個馬英九政府還是要好好思考 他過去所講的每一句話 第二點 現在我們這個會期 我認為除了這一次災害防救法 除了我們要處理這一次含害的很多問題之外 我們一定要通過的就是所謂總統副總統的一個交接條例 這個交接條例 我覺得有兩個重點是一定要去處理的 第一個就是人事的一個調動的一個禁止的一個條款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不能在這個520前 簽署了任何有帶有不可逆效果的一個兩岸協議 我覺得這兩點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因為這兩點都是會產生很多不可逆的一個效果 而且現在大家說藍綠和解 這都是錯誤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現在請您委員立場